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,皇朝的更迭是常见的事,每到皇朝更替的时候,必然会生灵涂炭,民不聊生。 皇室作为皇朝破灭的牺牲者,下场必然是最惨的。 就算如此强盛的金朝都逃不过灭亡的结局,在金朝灭亡时,受到的耻辱甚至比靖康之难要多上十倍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金国的灭亡,主要是因为北方出现强敌蒙古,当时成吉思汗统一了大漠,并建立了大蒙古国,当时金国的皇帝是完颜勇气。 此人昏庸无能,没有什么能力,而成吉思汗也借助这个机会,对金国发动了蒙金战争。 在蒙古铁骑之下,金国被打得节节败退,后来还是成吉思汗和西边的政治势力发生冲突,这才让金国苟延残喘下来。 到金埃宗继位的时候,金国上下已经是满目疮痍,好在金埃宗还算一个明军,他在任期内任用了一大批有能力的人,使金国有点起死回生的意思。 但成吉思汗死后,蒙古即位的窝阔台汉也不是等闲之辈,他没有像成吉思汗一样,一直与西边的国家周旋。 反而将所有精力投入灭金之中,在他的率领之下,蒙古发动三陆大军攻伐金国。 后来在三丰山战役中,金国损失了大量的精锐部队,汴京也被蒙古军队包围。 金埃宗健壮,只能难逃到蔡州,为了对抗蒙古,金埃宗曾派使者给南宋去了一封信,想联合南宋共同灭猛。 那么,南宋最终是如何选择的呢? 他一刀将金国皇帝劈成两半,一半自己带回,另一半交给了蒙古军队。 这个将金国皇帝劈成两半的正是南宋的民族英雄,著名将领孟拱。 当金国派使者想联合南宋抗蒙时,南宋朝廷也陷入了纠结。 这些年来,蒙古先后攻灭几十个国家,就连金国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 如果金国灭亡的话,那么南宋将会和蒙古接壤,将来肯定避免不了冲突。 所以说,金国灭亡对南宋也有非常大的威胁。 正到南宋动摇之时,蒙古也派了使者,想联合宋朝共同灭金,思来想去之后,南宋最终决定和蒙古联盟灭金。 因为金国的风平太差了,当年金国曾和北宋联合灭辽,在辽国被灭之后,金国并没有守约,反而屡自攻伐北宋领土,最后直接打到了北宋京都辩辽。 再一个,就是有国仇家恨的加持,让南宋不想帮助金国。 当年的靖康之耻,南宋臣民都历历在目,一直想要报仇雪恨,如今机会就摆在眼前,他们又怎么会放过呢? 所以,南宋最后派出了大将孟巩协助蒙古军队去攻伐金国,值得一提的是,孟巩和抗金名将岳飞也有一点渊源,他的祖父以及曾祖父,都曾是岳飞手下将领,当初岳飞未能完成的夙愿,最终被他给完成了。 当时的金埃宗,一路逃到了蔡州,也就是现如今的驻马殿,而南宋和蒙古结盟之后,蔡州也岌岌可危,被两军围得水泄不通,因为粮食不给被断绝,金国曾数次带兵想要突围,但都惨败而归。 最终在1234年珍珠要初九那天,宋猛联军攻进了蔡州,金埃宗见状特别绝望,将皇位传给手下大将后,就选择了自杀。 而金埃宗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死后,居然还被人踢成两半,金国最耻辱的一次,皇后被敌军轮番羞辱,还被化成了长后图。 在蔡州城破之后,金埃宗选择了自杀,临死之前,他将皇位传给了一个信赖的部下,但这个新皇帝还没做多久。 就死在了乱军之中,值得一提的是,金国灭亡时,有不少金国汉臣坚持忠于金国,为金国殉国的汉臣也大有人在,而金廷灭亡之后,他们也尝到了当年靖康之耻的羞辱。 首先是后宫中的嫔妃,全部被蒙古人送到了北方,这些嫔妃的结果也显而易见,肯定会成为蒙古士兵的玩物,而金国皇室男子就惨得多,大多数都被杀害。 金国的覆灭 当时金国的国军被蒙送两国联军合兵一处,包围在蔡州,粮草断绝,岌岌可危。 这个时候,除了被水一战,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 皇帝急切之下,先想到的是保存血脉,于是他传位给当时的守城主帅金墨帝,而自己则想着趁机逃出生天。 可是没想到,他的打算被工程军队看破,整个城市被围困得水泄不通,几次的偷逃都没有成功。 而随着蒙送两军的工程加剧,金国的国运也似乎走到了尽头。 1234年,蔡州城陷落,眼看着从四门杀入的敌人,基埃宗明白自己连被俘虏的机会都没有了。 所以他果断自杀,了结了自己的生命,而作为他的皇后下场更加凄惨,不但被军事活捉。 而且成为了大批军族的发泄工具,下场凄惨。 不仅如此,作为祖上曾经追随过岳飞的大将孟拱,他对于金人的仇恨是无法抹除的。 虽然皇帝已死,但尸体还是被找出来,并被孟拼开成为两半,其中一半交给了蒙古人,而另一半被带回南宋,祭奠岳飞等先烈的遗志。 最惨的,其实就是金国的皇后了,他被抓之后,被很多士兵轮番羞辱,羞辱过程,还被人作话下来,不得不说。 那个时候的人似乎都有什么怪癖,像北宋时,赵光一灵性小舟后时也曾派人作话。 其实和金埃宗相比,这个皇后的下场还算是好的,起码没死,不想金埃宗,死了也没能留下全尸。 当时,孟拱一刀将金埃宗尸体劈成了两半,一半自己带回了南宋,一半交给了蒙古。 金国被灭不久,南宋还是走上了北宋的老路,他联合别国除掉了最大的威胁,最终也被蒙古所灭。 而灭掉中原最后一个反对势力的蒙古,也正是建立新的王朝,这就是后来的元朝。 强悍如今,何质败? 金国虽然一直在作战能力上很强大,但是他的落败并非偶然。 导致金国落败的原因有很多个,败坏的励志,自满膨胀的当权者,对蒙古和宋朝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压迫,各种因素综合起来,压垮了这座骁勇善战的庞然大物。 在励志方面,金国统治者在制度甚至服饰上全面汉化,在前期确实是巩固了金国的朝纲。 但遗憾的是,由于汉化石不加零选,再加上金国皇族权臣刻意谋权下,土地兼并,科捐杂税等等压倒了一众金国的百姓。 致使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,没有税收的支撑,加上民不聊生,金国的作战能力大大下降。 自满膨胀的皇帝也是金国覆灭的重要原因,在败而又败甚至无路可退的情况下,金埃宗依然做着即便丢中原,一可纵横江淮的春秋大梦。 在猛奇的攻伐之下,金埃宗一边向南宋求救,一边计划攻打南宋四川一块的领地作为退路,最后逼得南宋彻底联盟抗金。 最后回归在金国本身,作为一个在战马上建立的国家,金国与宋朝积怨已久,靖康之乱不过只是其中最为严重的一个积怨点。 而蒙古曾经作为金国的附属,却惨遭金国杀戮。 美其名曰控制人口,在金国贪得无厌,永无止境的压迫和抢掠下,南宋和蒙古的反抗是必然的。 金国的下场,只能说是咎由自取吧。 金国军队抢掠宋人,杀戮蒙古人,最终遭到了宋军和蒙奇的联合图成。 纵然我们常说,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,仁慈不一定是对的。 但是杀戮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杀戮,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百姓。 忽然想起不知从何看来的一段话,大意是,除了反抗,任何是强凌弱的战争,都是要收到谴责和诅咒的。 或许,金国的灭亡,就是一个诅咒吧。 金国是什么民族? 金国,就是历史上与南宋同时存在于我国疆域内的政权。 其存在的时间在公元1115年至1234年,从完颜阿谷打在皇帝寨,经黑龙江哈尔滨,称帝使,到金末帝在蔡州城死于乱军结束。 金国的统治者主要是女真人。 女真,别称朱里真,女真,女植,朱仙,朱申,原自传说的顺,与时代的宿慎。 汉制晋时期称一楼,南北朝时期称雾辑,隋制唐时期称黑水墨河,辽朝时期称女真女植,必聊新宗耶律宗真慧。 基本形成民族形态的时期,大约是在唐朝时,女真一鸣最早建于唐初。 古语有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。 宿慎,据竹书纪年,武帝天,在,帝圣25年西慎是来朝,史记,武帝本记,中也称,山荣,发,西慎,四海之内贤待帝圣之宫,西慎即宿慎,时载其邻近不咸山,金长白山,大体分布在京东至日本海,南达牡丹江上游,西近嫩江。 北有黑龙江中下游流域的广大地区,宿慎人以狩猎为生,向周王室供过猎物竹。